大家好 我是李医生 那降压药呢是帮助我们高血压患者控制血压 避免发生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好帮手 那我们常用的降压药有几类呢 在我国其中呢 最使用广泛的就是叫钙离子通道组织剂 由于这类药物都是以地瓶结尾 所以又被称为地瓶类降压药 比如我们说的销本地瓶 安律地瓶 包括左旋安律地瓶 泥膜地瓶 泥群地瓶和飞落地瓶等等 那它到底是怎么起效的呢 它其实主要是靠抑制钙离子来发挥降压作用 当我们心肌收缩和血管收缩的时候 它是有赖于钙离子进入心肌细胞和血管的平滑肌细胞 形成触发电位 那地瓶类的药物呢 它可以阻止我们的钙离子进入到细胞内 就如同限制汽油进入到发动机一样 引起血管收缩减弱 扩张血管 从而产生了降血压的效果 那地瓶类的药物有副作用吗 当然 任何药物它在产生治疗同时呢 都会有副作用 那地瓶类的药物呢 也不例外 尤其是它的一些短效之际 因为血压下降得很快 机体感受到血压迅速下降的同时呢 它会反射性的提高心率来造成心动过速 而且还会因为血管迅速扩张 会导致像脸红 头痛 那少数患者有可能会伴有恶心 呕吐这种症状 那另外一种常见的副作用呢 就是下肢水肿 这个与咱们这个地瓶类的药物 扩张下肢末梢血管有关系 停用药物之后呢 这种水肿呢 很快都可以消失 那在有一些患者身上呢 还会出现像牙龈肿痛等等 这些在用药前进行彻底的口腔检查 以及一些及时的处理 可以有效得到缓解 那么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副作用 我们怎么去缓解呢 我们不难看出啊 前面说的这种副作用 都与它这种药物迅速扩张血管有关系 那么服用常效或者是缓释类的药物 比如说咱们这个缓释片 控释片 它就会延缓扩张血管的速度 延长了降压的时间 然后很大程度的避免了这些副作用的出现 另外呢 联合其他降压药物使用呢 也可以有效的缓解一些副作用 加强我们的降压效果 比如说呢 与咱们这个备胎受体组织剂 同时服用呢 可以抵消 后者心率慢的副作用 那与利尿剂合用的时候呢 可以有助于缓解下肢水肿的副作用 那与沙塔类的药物联合使用呢 可以改善高血压患者的肾脏功能 与普利类的药物共同使用呢 可以防止高血压患者的新功能恶化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就是不要同时服用两种钙离子节抗剂 不能增加降压效果 反而可能会导致毒副作用的增加 降压药物能有效的保持 我们高血压病人的健康状态 用好这个帮手的前提就是呢 听专业医生的意见 不要随意用药 停药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感谢观看